咖啡廳門口外 下午10分大排長龍 就是為了強盡這間 和動漫咒術迴戰聯名的咖啡廳 看現在現場的排隊的人潮就知道 就是一看到就幫弟弟預約 因為疫情而關心 我想說很多活動都不會辦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終於出現 動漫咒術迴戰當初一登上串流平台 就只從觀看排行榜冠軍 現在除了要推出劇場版電影之外 也跟台灣的咖啡廳聯名合作 推出許多特色餐點 專屬主角胡章優人的特製動販上桌 除了為每個角色量身打造主餐 其中最具特色的點心是這一個 你要覺得弟弟為例 可能要再多吃幾次 這一根就是劇中被主角吞下的 足蹤之王亮面素挪的手指 特別做成巧克力造型 紋路細緻完美還原 成為許多粉絲特別前來的重點 我想吃手指 對 他想買手指 巧克力手指 我覺得目前做非常像 現場也有許多聯名商品 包括T恤 馬克杯 毛巾 立牌等等 也設置拍照區 讓民眾能夠彷彿置身動漫世界 而動漫IP延伸 即將重新上映的魔法阿嬤 葉漢飲料店合作 杯子我們選的圖是 阿嬤博比的那個樣子 飲料杯上特別印製魔法阿嬤的圖案 等到電影上映 平票根還能夠到門市加換茶凍 這部跟人家不一樣 比較有特色 維音阿姨的配音 是大家的共同回憶 這次魔法阿嬤除了4K修復畫質之外 也讓大家期待 主角小男孩痘痘 是不是會有長大之後的故事 可能也將會在電影暗藏的彩蛋當中揭曉答案 具備新聞成為紅於Patreon推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